这几个人都在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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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老爷 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充满悬疑的治愈系爱情剧 你是我的春天第三章的故事 上一章故事中讲述到 将多情按照蔡俊给的纸条 在龙山站的置物柜里面 找到了一个八音盒 是那个之前在一起约会时 他说过的八音盒 他缓缓地打开八音盒 随着音乐声出现了 一张他们小时候的照片 将多情发现 原来蔡俊就是小时候的那个 让他脸红心跳的竹马 情节继续 本章故事讲述到八音盒里 放着一封蔡俊写给将多情的信 信中坦白 他先后杀害了三个人 警察李正范就是他杀害的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 太可怕了 刚还是情敌金尖的男友 现在竟变成了杀人犯 而且第三个人的抛尸地点 还是现在将多情所住的房子 这做法真是太恐怖了吧 这还是爱情吗 而蔡俊在将多情的楼下 望着他等了一会儿 然后自己开着车走了 到了一幢废弃楼里面 纵身一跃 落地成河 整个尸体砸在了自己的车上 为什么还要把车砸了呢 鲜血混合着玻璃渣 那个场面有点震撼 似乎更多是恐怖 难不成是畏罪自杀 朱领导有预感到不对劲 赶忙开车赶到蔡俊去过的现场 虽然不知道朱领导怎么知道的 不过毕竟曾经是蔡俊的医生 他还是赶到了现场 看到蔡俊已经毫无知觉地躺在车上 眼睛瞪得像统领 作为医生的朱领导 对蔡俊进行了急救 结果还是无效 蔡俊还是死了 决心要死的人可能谁也拦不住 江多情来到了警察局 把音乐合理的遗书交给警察 看来女主还是挺正义的嘛 他阐述了自己不记得音乐盒里的照片了 只记得照片里的自己去教会 领取童话书 不过那也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坐在警察局的那一刻 他才知道 原来男儿不叫蔡俊 他叫崔真敏 那时他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对于这个叫做崔真敏的男人一无所知 家庭背景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 还是个杀人犯 还以为是个富二代 结果就是个笑话 那还和人家谈恋爱 幻想着未来有多好 到头来彼此啥也不了解 这对自己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江多情突然想到之前自己遇到的那些渣男 本以为这个男生跟别人不一样 他差一点就要交付真心 回想之前 崔真敏突然间没有来朋友的咖啡店找他了 他还心里面有点失落 这种感觉让他自己觉得挺可笑的 确实有点可笑 孤默再激动一下就赏婚了 看来陷入恋爱的女孩 智商直线掉落成名 朱领导看着江多情的样子 没有过多的崩溃 也没有悲伤 整个人很空洞 像没有灵魂一样 不过也正常 难免是要伤心的 不为别人 也为自己 这不禁让他想到了自己的亲人去世 母亲的表现也是这样 他突然开始心疼江多情了 想安慰江多情 有很多话想对他说 但是怎么也说不出口 可能默默的陪伴会是更好的安慰吧 他给了江多情一盒消化药和一根棒棒糖 这两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棒棒糖可以理解 那消化药是什么鬼啊 深夜里 朱领导和江多情各自都睡不着 我想一个可能是担心朋友 一个可能是在担心自己 隔天新来了一个要租二楼的租客叫徐纸 那是朱领导的朋友 他告诉朱领导 自己有一只黑色的猫叫大猩猩 这名字倒是有点霸气 一只猫的名字竟然要跨越种族 接着江多情和朱领导在咖啡店碰面了 江多情请了朱领导喝咖啡 应该是有事相求 果不其然确实有事 江多情请朱领导跟他一起去江陵 而且是立刻就出发 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吗 江多情找了很别角的理由 堂测说 还强调着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害怕 但是没想到朱领导已经看穿了一切 直接同意跟他去江陵了 总感觉这俩人要搞出一些事情 不过这一生应该是个好人吧 再去江陵的路上 江多情一直怕气氛尴尬 一直在找话题聊天 朱领导让他不要为了别人 而一直说话 可能江多情的身边就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吧 一直都在关注他本身 不过好像并没有换回江多情的回应 接着朱领导接电话 自己的朋友让他去电台做采访 而且在车上 他的朋友调侃朱领导在做采访 经常给别人放电 而朱领导因为害羞而解释 接着也被江多情调侃 不要为了别人而说话 应该适当沉默 没想到同样的话又回到了自己这里 车上 朱领导将多情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 也该有些变化了 要不然还在继续来 而这边警察局里 警察头头一直愁眉苦脸 吃不下饭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崔真敏 但是他认为崔真敏不一定是凶手 他又找不出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 难道还有疑问呢 他独自一人跑到了警察里挣饭的墓碑前 去诉说着苦恼 朱领导和江多情紧接着到达江陵 江多情说想吃披萨 刚好路过了一个送披萨的外卖员 差点撞到江多情 朱领导一把扶住他 这俩人的状态总感觉不太正常 不料送披萨的外卖员 就是江多情的妈妈 这妈妈有点年轻呀 跟江多情回到他妈妈的店里 江多情妈妈审问朱领导 是不是那个橘子呢 也就是崔真敏 而这边桌子上的报纸 就登着崔真敏自杀新闻的报纸 江多情妈妈一边骂是疯子 一边把报纸收起来了 确实是疯子 江妈妈的猜测还是很准的 紧接着披萨店收到了电话 是朱领导前妻为了监视男友 特地订了三十盒披萨 送到男友拍摄的场地 这时的人物关系有点混乱呢 难道朱领导的妻子就在江陵 朱领导帮江多情妈妈送披萨 到拍摄场地 回来的路上 江多情妈妈开心地推了朱领导一把 结果她倒到海里去了 这妈妈有点猛呀 要制造机会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这是要报复吧 江多情连忙去府 俩人一起被海浪拍尸了 换完衣服后 两人坐在海边 江多情在沉思 朱领导就默默地陪伴着 朱领导深知江多情还在 因为崔真敏的死亡而伤心 难道不是因为被骗吗 江多情说自己想哭都哭不了 连算命的人都说 自己因为童年的经历 而无法摆脱遇见不好的男人 这算命的这么准吗 后来江多情回到了工作生活的鬼道 表面上的她看起来很正常 可是一到工作空闲的时间 还是不禁会伤心 应该是感叹自己悲惨的命运吧 她拿着朱领导给她的棒棒糖来治愈自己 警察通过那天在龙山站的监控 发现有一个流浪汉把一封信塞进了八音盒里面 她也承认是一个名叫蔡俊的人 给了她钱 把储物柜的密码告诉她 让她把信放进去 这崔真敏的行为倒是有点可疑啊 自己都把八音盒放进去了 还不放心吗 而种种一切都表明 凶手就是崔真敏 而这边警察偷偷 因为自己之前的警察队友李正范是被崔真敏杀害的 而对这个案子特别在意 不断地寻找证据 警察不会冤枉一个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在她的心里其实是非常矛盾的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崔真敏 但是她又觉得凶手不是崔真敏 直觉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 而朱领导在与警察偷偷的聊天中表明 崔真敏可能不是凶手 警察矛盾极了 李正范去世时 刚好是朱领导在等待合适的心脏救援 随后李正范把心脏捐给了朱领导 这也是朱领导一直以来 想找出杀害李正范的凶手的原因 可能是感恩 也可能是心灵感应 总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警察说虽然不是医生的错 但是他还是不想看见朱领导 因为一看见朱领导 他就想起了正范被杀害的事实 并且告诉朱领导 既然是医生 就多做点好事吧 警察头头好痛苦呀 随后 朱领导和警察头头一起坐在警察局门口 警察头头决定要重新调查这个杀人案件 我想可能是正范跳动的心脏 激发了警察头头的决心 另一边将多情这边在便利店的扭蛋机里 扭了一个空心医生给了朱领导 感谢他帮助了自己 以及一场说走就走的江陵旅行 而朱领导也把橘子托给他养 其实朱领导也能算是橘子囊吧 那么橘子是个啥来着 而朱领导前期想把披萨的钱给回朱领导 发现电话没人接 给男友订披萨 让前任掏钱垫覆 这心思有点奇怪呀 朱领导回到自己的诊所 做着思考 和江多情一起的这段时间 他发现自己对江多情有点动心了 就像是楼上渗漏的水一样 慢慢地滴水时穿的一种喜欢 这种比喻倒是很独特 这边江多情在工作的过程中 遇到了呼叫服务 走上去发现迎面走来的是一个 和崔真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他呆住了 缓了好一会儿才掉头回去 下一章中将要继续讲述到 江多情遇见的那个男人 想要上去拉住 却始终没有上了手 更多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